没有了到蒋庆夫竟然是谈了一个假恋爱,而且女友的背景与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在家暴的世界之中升级了。 从蒋庆夫好友传来的最新消息,女友的背景涉惑到黑道,并且是想要放话陪六千万做了结,很意外的是这一消息已经得到了夫仔本人的证实,而且却由此事,夫仔的好友也是极力的在维护着他的立场。 当下的情况看来,已经绝不是家暴这一件事情了,而且夫仔与女友中普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敌人。 中普在国外的媒体上放话,声称自己的怀孕,是因为夫仔的暴力而流产了,所以现在没有了肚子,并且自己被打得这么狠,为什么他要选择消失一个月呢? 而且自己已经很受伤,夫仔你还要在网上发布布什言论,最后女友中普放话,你还是自首去吧,看得出这言语之中并没能对夫仔丝毫的爱意。 但倒是夫仔友人删除了蒋敬夫的聊天记录曝光,女友背景涉及黑道,帮话赔6000万做了结。 在对话中夫仔声称女友提出了要6000万人民币做了结。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,不然女友将动用自己的黑道力量送她坐牢。 这一件事情已经升级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,而且夫仔对有人筛出聊天对话的真实性比较高。 首先就是女友的假怀孕,之后就是女友骗了夫仔的感情,从对话中看得出夫仔很用心的恋爱,但不曾想还是被骗了,刚开始夫仔也不相信自己的女。 又是这种人,但当律师把女方的要求提出来的时候,他才明白,这一切从开始就是错误的,自己动手打人是不对的,但如果是你,一开始就被骗了,那你会怎么处理呢?